这架直升机非常先进 先进到10年以后 那部划时代的科研电影 星球大战都要抄袭它的概念的地步 先进到连今天大名鼎鼎的 AH-64 阿帕奇 都无法与其比肩的地步 先进到把自己的时代甩得太远 以至于时代反过来容不得它的地步 没办法 谁让这架直升机 是那个拥有臭右工厂的洛克希德制造的呢 它就是AH-56 夏安 1960年代 随着美国卷入越战 陆军对于攻击型直升机的需求 很快就被迫升级了 一开始 他们还只是在贝尔UH-1上 临时挂上各种各样的自制武器系统来应付一下 但很快战场环境就开始恶化了 明显就不能再这么将就下去了 于是到了1964年 美国陆军就启动了一项缩写为AAF-SS的计划 即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 以便开发和采购新型的攻击直升机 多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商都参与竞票了 既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贝尔 也有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架实用直升机的西科斯基 和此前从来就没有制造过直升机的洛克希德了 也许恰恰是由于之前没有干过这件事 所以洛克希德的设计就相当大胆 所带来的直升机也让美国陆军大开了眼界 就赢下了合同收到了支票 按照要求先给陆军造出10架原型机出来看看 得名AH-56A 绰号夏安 那这架直升机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首先啊 夏安就有当时其他直升机所没有的空气动力学特征了 它不仅有旋翼 还有一对身在机身两边明显可见的固定翼 而尾巴上呢 不仅有一个直升机常见的 用于抵消主翼旋转带来的扭矩的负翼 还有一个对着后面的 能够给直升机带来向前推力的推进式螺旋桨了 于是啊 在4000匹马力的涡轮发动机的带动下 下安的巡航速度可以达到360公里每小时 而冲刺的速度则可以来到将近400公里每小时的水平 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呢 是由于在前进时那对小机翼也能够产生生力嘛 所以发动机需要分配给主旋翼的动力就少很多了 大约只有700匹左右 剩下的3300匹都会放在后面的推进螺旋桨上 有点悬一击的感觉了 同时通过推进式螺旋桨提供推力意味着 与标准直升机不同 下安可以快速加速或者快速减速 而无需向上或向下倾斜机头 相反下安也可以在不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的情况下 在悬停的时候向上或者向下倾斜它的鼻子 灵活的不可思议 而这种灵活呢 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交战优势 按照美国陆军航空博物馆馆长鲍伯米切尔的话来说 这是武装直升机作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尤其是在进行俯虫攻击时 能不能快速停住锁定目标 发起袭击再迅速离场 相当重要 而下安这一过程简直如行云流水相当漂亮 这就已经很诱人了吧 但下安的本领显然并不止于此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 那个被星球大战潮汐过的概念吗 什么概念 那就是炮手座椅瞄准系统和射击控制系统 是可以360度旋转的概念了 它意味着炮手机可以向着直升机的正前方射击 也可以转向后完全朝着后方开火 当我们还在讨论导弹能不能越尖射击的时候 你看人家陆克希德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交出来的直升机 就没有尾巴上被追击的顾虑了 我知道你在想的 它可跟二战轰炸机上的机尾炮塔完全就不一样 有本事机尾炮塔你也向前设计 下安的驾驶舱是个双座串联式的设计 飞行员在后炮手在前 通过一套先进的瞄准系统来操纵 挂在机肤上的30毫米XM140机炮 当然头瞄肯定也是要安排上的 这让飞行员也能够独立瞄准直升机的机头炮塔 这个前炮塔是可以容纳一个7.62毫米的机枪 或者是一个40毫米的M129榴弹发射器的 除了炮塔外 下安在其短翼上还有6个挂载点 它可以携带装载2.75英寸火箭 线导BGM-71 陶式反弹格导弹 或者外部邮箱等等的吊舱 下安的火控系统配备了多普勒雷达和激光测距仪 两者都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时代 当然领先的不止火控 下安的航空电子系统里面的许多元素也是革命性的 它配备了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多个雷达系统 全部都连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数字计算机中央综合体 使其能够在低空安全运行 其核心部分是落盾制造的 可以用于开启手动地形跟踪和自动地形跟踪模式的 地形跟踪雷达系统 你听听你看看 这简直就是一个黑科技的极大成者 那怎么后来就完全消失了呢 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技术原因 管理缺陷 不断变化的采购优先级 极高的成本 以及1969年 导致一名试飞员死亡的坠机事故了 我们来看看啊 1967年 下安进入到飞行测试 它的首次亮相就惊艳了众人 因为它会一项特殊的技能 即禁止悬停时降低机头 向着人群鞠躬 哎呀 大家就很激动了 之前哪有这样的待遇啊 这样的测试一直持续到1969年的3月 直到当第三架下安原型机 在飞行期间 主翼意外震动 撞到了机身和机尾 施飞员当场就遇难了 于是测试马上就终止 而军方与洛克希德之间的合同呢 也在仅仅两个月后就被解除了 这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啊 声明里面是这么说的 承包商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但实际上内部的原因复杂的很嘛 既有一开始陆军就觉得 你洛克希德从来就没有造直升机的经验 怎么就能造得好直升机呢 这不事实证明 你就是造不好的嘛 这样的声音 也有陆军越来越觉得 这玩意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尤其考虑到它还是一个系统 从模拟到数字的过渡期间的产物 到时候数字时代全面倒来 你是该换还是不该换呢 很纠结嘛 既然纠结 那就一有理由就直接给否决了 于是到了1972年 AH-56正式终结 不久之后 陆军启动了一个新的 高级攻击直升机计划 最终就带来了阿帕奇 尽管在阿帕奇上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下安的影子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其实当年和洛克希德竞争的对手 希克斯基在失败之后 非常的不甘心 也琢磨出了一架 或许还更加先进的直升机 你知道它是谁吗 不妨留言里面来猜猜看啊 咱们找时间再聊聊它咯